所以我就會自然而然的 我就去遊覽 然後看看各個地方的那個景點 欸這個地方拍照很漂亮 然後我想要去這個夜市 OK現在我們要看回到奔鎮 OK你看就是 跟台北的區別 我們這邊就是公公的 圓城江湯店 這個是我做的 OK然後按一下 這個林姿是我幫他放的 然後這邊還有其他的資料 HELLO 大家好 歡迎再次回到奔鎮日常 我是GLASSER so 上一個星期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怎麼去使用跟創建這個 飛速專頁 然後今天我來跟大家講這個 呃谷歌地圖 Google Map 在馬來西亞的話好像 都是比較出名的旅遊景點才會有 就很像呃 冰城啊 然後馬六甲 吉隆坡 像我們那種小地方 我們是沒有人去放 然後我們本地人也不會去做的東西 大家沒有這個習慣 不管我是建議大家來這樣子做 為什麼 OK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台北 還有這麼多個地點 如果是說我是住在其他地方的 可能是 呃桃園 然後我要 欸我不知道這個禮拜天我要做什麼 我想要找地方玩 然後我就打開谷歌地圖來看 欸就找到這個台北 然後有很多這些地點 所以我就會自然而然的 我就去游覽 然後看看各個地方的那個景點 欸這個地方拍照很漂亮 然後我想要去這個夜市 然後想要去這裡想要去那裡 然後就可以規劃 然後呃星期天的時候我就會過去哦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我想要 呃建議大家做 就是想想一下就是如果是說我們笨真的話 大家會習慣性的把自己的店 放在這個谷歌地圖做一個呃 創建這個地點 然後把就是你們的營業時間啊放上去 然後可能就是周圍一些照片 或者是說那我們笨真海邊的照片 你今天來到笨真海邊玩 那你拍好照片 然後發上去 這個地點這裡 所以 之後別人來的時候他們 就是有習慣性就打開谷歌地圖 找一下這個地方 然後剛好看到很多人都 pose這個地方很美 所以就吸引到不同的地方的人來 OK現在我們要看回到笨真 OK那就是 跟台北的區別 我們這邊就是空空的 沒有什麼東西的 OK然後我現在我放大 OK我放大到這裡 OK你看還是蠻空的 然後像呃 Fish Club啊 EconSafe啊 然後呃 這個Eco Shop啊 就是它會出現的話就是 游覽率蠻高的 然後我們看過來 就你看是蠻空的 其實這邊很多店的 然後只是說 大家沒有去呃 創建那個地點 然後去把名字放上去 還有營業時間這一些 好像我們不是那個店主 其實我們也可以幫他們 這樣子來做 然後呃 就是我們是提出一個 建議的方式這樣子 然後之後他就是可能 有某些人經過之後他會 谷歌會自動的去問這些人 他會跳那個系統 會跳一個信息出來 欸你知道這家店嗎 是不是在這裡 這樣子 然後過後 然後可能你們按確定 幫忙確認審核通過了之後 他就會出現 然後或者是說就是很多人找 這個地點 所以他會慢慢的 就才會看到這個logo這樣子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圓城江魚店 這個是我做的 給我按一下 這個名字是 就是我幫他放的 然後這邊還有其他的資料 像他的地址這樣子 啊然後這邊就是 這些就是我post的照片喔 然後也是有蠻多人看的 因為他就是你post的照片過後呢 就是他會升等 就是你其實是有一個等級的 在這個 谷歌地圖裡面 然後我像是四集的那個 谷歌向導 來到這一邊了之後 你也是可以給評論 像有一些地方 你可以提出修改建議 然後變更這個名稱啊 或者資料啊 或者是說 啊我們按一下這邊 說就是這樣子 這邊是 呃位置 那個地址啦 你這邊可以提出建議 哦他已經 換掉了 啊然後 但是他不會馬上的去更改 他會 也是一樣會問經過的人 系統會跳出來 呃這個地方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一個情況 那你按4的話 他就會 呃幫你修改 就會通過 然後他也會通知你 那像這邊營業時間 我們這邊也是可以給一個建議 啊然後我們加了之後 我們按完成 然後他就會提交上去 我現在大概示範一下 怎麼去創建這個谷歌地點 可以打開比方我們這裡 可以按右鍵 手機跟電腦可能有一點不一樣啊 但是 呃大致上差不多 我們這裡按右鍵了過後 可以新增一路的地點 可以現在就他會出現這一個 呃資料欄欄去填 然後這邊我就打走路笨針 嗯走路笨針 工作室 OK然後類別的話 呃辦公室吧 嗯 嗯 非營利組織 OK 這一邊 啊然後你這邊的話就 你還可以移動這一個 OK完成 然後這個的話 因為我是就沒有地址 我這邊我就不打算動他囉 然後這邊也是可以加入其他的信息 然後營業時間 OK 這邊的話 所以我們就寫20小時營業 OK為什麼不能 哦 OK 這樣子 儲存 好按 然後這邊可以新增照片 然後OK那根本就不去做 然後網站開幕日期 呃可能我不清楚 這個就是在我不是owner的情況下 來創建這個地點 就是說你不需要 很像你是shop owner 是那個店主你才可以做 那我們看來這個畫面左邊這裡 聲明商家擁有權 然後按了之後來到這裡 OK 然後他就會跳出這個東西 他就會問你囉一些問題 然後你就按立即管理 然後之後他就是等於是一個申請 你申請了之後不代表是說 你馬上擁有這個地點的管理權 呃 谷歌那邊他會寄一封信 就是在一兩個禮拜之內你會收到 那裡面是一個驗證碼 就在你拿到這個驗證碼 輸入了之後 然後才算是正式歸屋由你來管理 但是要小心的就是你輸入的這個郵箱 你是用什麼郵箱來 呃注册 申請 不然的話等一下你剛好是用另外一台電腦 就可能是你的其他人的郵箱去申請 然後結果你拿到那個驗證碼之後 你又用其他的來做 或者是說全部都是另外一台電腦 然後現在你要用你的郵箱來 就做不到 為什麼我會要申請這一個 就是OK我們看回來 就很像現在這樣的話 就算你是那間店的店主 因為你還沒有聲明商家擁有權 所以現在你要去修改這個時間 營業時間的話 還是以建議的方式 所以你不是說你一按了之後 他就會馬上改 但是你如果是申請了這一個之後 你已經正式管理這個地點之後 就隨便你改 然後有一些照片可能也是可以刪除 或者是增加 然後就可以更加完善的去做這一些東西 然後你的那個網站的部分 也可能可以放你的飛速專頁那樣子 給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 今天的內容就比較簡短 主要是告訴大家 怎麼去使用這個谷歌地圖 跟創建這個地點 然後還有怎麼去申請 其實都是蠻簡單的 也希望大家之後有 可以抽出時間去完善 自己商店在谷歌上面的這個資料 如果還有什麼想知道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評論 然後我會盡力的去回答啦 也請大家繼續關注我們 我們一起走入奔爭 下一集見 拜拜